Hello,大家好,我是英文哥哥 我是Jacky Sir Hello,看到我們了,Jacky Sir,今天要做什麼? 朗誦節仲裁攻略 今年又見到大家 我們經常說,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和Jacky Sir去年沒有時間拍這個仲裁攻略 因為大家的課已經爆了 其實今年的課也是一樣的,所以多謝大家 不過為何我們要繼續,我們特地請假 我們今天請假去拍仲裁攻略 為何呢? 因為,沒辦法了,順重要求 我們的家長群 我們的學生 還有一班學校的老師 都看我們的影片 即時覺得我們現在責任重大 多謝,多謝各位老師對我們的信任 因為他們選師,一選就選全校都是那首詩 或者全辦都是那首詩 這個就是,我們一會小心點說話 我們責任重大 也說多謝大家的信任 很多謝各位老師的信任 OK 好了,仲裁攻略我們今天講小四的三首詩 不過我們講仲裁攻略之前 我們先解釋一下 仲裁攻略不是告訴你哪首詩好 哪首詩不好 仲裁攻略的意思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 選一首適合你的小朋友的詩詞 知道嗎? OK 我們不會說哪首好哪首差點 我們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只不過真的很想幫到你們選對手詩 因為朗仲裁好成績第一步 就是選一首適合自己的詩 OK 選擇是容易的 那怎樣選擇的呢 其實我們有一個好的機制 我就交這個機制給Jackie Sir Jackie Sir我們有三個 criteria 我們要有這個機制 我們要怎樣去選擇呢 好,第一個,Jackie Sir 首先一定要看看那首詩 我們以難以程度去分享 那首詩咬似發音的難以程度 OK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那個 情感表達的難以程度 而第三樣東西就是 那首詩的意思 OK 這裡的意思分兩個 第一個就是表面的意思 大家看到的字 他講什麼就是什麼 還有 他背後深層的意思 我們 經常都說 如果一、二、三年級 可能低年級的詩 可能他的深層意思是沒什麼的 主要是浮在表面上的 但可能去到高年級 可能 就不是一定的 可能去到高年級 通常選擇的詩 都是有些 背後的寓意 要大家去理解 然後 在真正朗重的時候 要做出來的 是的 這件事為何要做出來呢 是的 這件事為何要做出來呢 因為很多師傅我發覺 朗重元首詩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是不是 真的很多這些 是的 他想說什麼 所以我其實想表達這件事 如果你們選一首 你自己適合的詩 你明白這首詩 你才能做出那個感覺 是的 我想大家做到這件事 是不是 OK 好 我們繼續這樣 我們有三首詩 我們有Don't 還有呢 還有哪一首 Don't 這個 Double Double Day 還有最後是 Mud Time Makers Ryan 是的 有三首詩 先講咬字 好吧 好了 我們排列一下 咬字最困難 或者最容易 或者最小心要留意的地方 是什麼 Jackie Sir 你講講 你選一首 如果我覺得 比較困難 去咬字 以咬字法音來說 應該就是Don't 因為他 第一 這首詩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下都是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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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小朋友 不斷地說這個說話 所以這個詩的音 一定會覺得很好 然後呢 我看到有一些 連音 大家都是 叫做好的 譬如可能是 Tongue Out Sox and Bait 這一類 Valda's Record 是的 這些S 很留意 反而另外那兩首 相對咬字 簡單一點 尤其是 Double WD 是超級容易的 以咬字法音來說 我覺得不應該成這樣 就是 Mud Pie Mud Pie Mud Pie 比較難是有些可能自己作出來的詩 例如 Ermys Gorman 是 Uzzi Uzzi 就是這些 這些就比較難 就是這些難的 但是 以真正的難意 來說 我覺得 不算太難 不算太難 首先咬字方面 我覺得 Don't 是困難的 其實它不是困難的 Don't 是要很小心 Jacky 剛才說得好 要很小心 咬的那些 Ending 或者 Connected 那些位置 真的要很小心 處理那些咬字 拍音 OK Double WD 和Mudpie Maker 我們講講Double WD 我也可以 Double WD 其實是挺棘口的 那些字 剛才Jacky Sir說的 單字讀是很容易的 Splish Splish Splash 是很容易的 但是因為它是 很 很 很接近的 這些字 例如Splitter Spl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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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句 最容易的 但是咬字 也是要小心 小心 那些字 是簡單的 相對來說 OK 最後就是 那個 Mudpie Maker 這個我覺得 都是困難的 因為為什麼 Jacky剛才說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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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st Muddiest 那些 那些 那些位置 也要小心 所以如果你說 三首 其實我個人覺得 三首都比較近 OK 如果最容易 最難 應該是最難 那一首 我會覺得 Don't 是要小心 對啦 Don't 小心 之後就是 Double WD 就像這個 急口令 這個要小心 有些 Tongue Twister 的感覺 我覺得 Mudpie Maker 是比較容易 一點的 雖然那些字 是不知道什麼字 是自己作出來的字 但是 發音咬字 是容易一點的 對啦 這個是我覺得 OK 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咬字 是很厲害的 Don't Double WD 都是好事來的 OK 如果你覺得咬字很困難 我不是很認識過很多字都 那麼Mudpie 反而對你有幫助 這個就好嗎 OK 其實我們講第二個 Criteria OK 感情經驗的方便呢 感情經驗的方便 嘩 這個 我想說也不用說了 最需要有情感表達的 一定是 Don't 因為他 你見到很多句話 大家都要想想 如何去演繹得好 OK 因為他沒有說明一定要是怎樣的 全部全部是靠大家的想法 或者是你的創意去製造出來的 但是相對地 譬如Double WD 這些呢 或者可能Mudpie 這些呢 你知道大概是開心啊 你的表情是怎樣的 是嗎 很一致的 整首詩是一致的 你不用再想一些新的表情 那麽製的了 只不過可能是 程度上的分別 很開心 少少開心 再開心些 那麽製作者都是 都是類似的 那麽製作者是開心的 是的 那麽我都說過了 其實他的評論都很相似的 知道哪麽製作者 因為情感的演繹方面 我覺得Don't 是比較生氣和慘一點的 他有兩個演繹方式 大家去消化一下 有些人做生氣的版本 有些人做慘的版本 那你自己消化一下 應該做哪個版本 那哪個版本好一點的呢 我在這裏聽個小廣告 上課問 或者上課問一下 是的 我們聽個小廣告 就在這裏有我們的WhatsApp電話 知道嗎 有些什麽問題的話 可以WhatsApp 找我們 好嗎 OK 不過先說到這裏 演繹方面 我覺得Don't 我覺得可以做得比例多一點的 如果一個小朋友比較澎湃一點 喜歡Dramatic effect的 我覺得Don't 是一個挺有趣的玩法的 可以做得 OK Double Double Day 剛才Jacky常也說了 和Mapai 我覺得是兩個相似的 兩手C都是開心心 開心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做生氣的C 你想做開心的C 那你就笑了 笑得開心 笑得開心 我覺得那兩手都比較適合你的 那你說兩手 還要選哪一手 那就剛才說回看咬字 你看哪一手咬字 你覺得舒服一點 那你就選擇那一手 是不是OK 所以其實簡單的 Don't 不開心 生氣的 OK 如果你那一批小朋友 可以做到面目必情 Mapai 和Double Double Day 是開心的 是屬於開心 比較歐高齡一點的小朋友 開心心地做的 知道嗎 OK 最後 深層意思的表達 Jacky常 有沒有什麼地方我們要留意 這三手C 坦白說 其實都沒什麼深層意思 就是大家 就這樣看下這個字面 OK 你都會大概知道它是說什麼的 尤其是我覺得是這個Double Day 和這個Mapai 相對地 在理解上是簡單一點的 Don't 正如我和Eric哥哥剛才所說的 其實都是要看下大家想選擇哪一類型的演藝 就是可能是勞氣 還是可能是慘 可能是慘 可能是慘 OK 不要上去看 Eric哥哥 是不是很想上他課呢 一邊講一邊做 我一邊講一邊做 OK 對啦 心情意思方面其實三手都比較清晰的 都不用太大花心思去想怎樣去做好它 以及意思都不是說要研究一下應該怎麼做 看字面的解釋應該做得到的了 是Don't那一首要花點心思 我想說OK 因為你要自己選擇你是生氣還是慘 開心也可以的 其實你自己可以選擇的話 知道嗎 OK 不過就比較難 但是最後我覺得要花點心思 So many things I must Whatever can I do 那句就要花多點心思去演繹 因為我覺得最後一句 很多評判會看你最後這一句怎樣去變化 可能前面的句都差不多 是啊 給那個分數 視乎每個人演繹 是啊 每個人演繹差不多 是最後那兩行就是So many things I must Whatever can I do 那兩句真的要花點心思去突出自己 知道嗎 Double Day那裡也是講一講 知道嗎 其實也不算太難的 但是小心一點 整個急口令的感覺 速度演繹那方面要小心一點 其實剛才我和Jackie Sir Off Camera已經談過了一點問題 就是說 最後那幾個quotation 其實那裡要做些事情 那麼 有些老師就叫大家做 有些老師就叫大家不做 那應不應該做呢 那我們也不在這裏多說了 大家上課的時候 Peter Potter Potter那幾個位 OK 應該怎樣去演繹這件事呢 上課問一下我和Jackie Sir 希望我們可以幫到你演繹得更加好 OK OK Jackie Sir 那裡就沒什麼特別的 OK 應該都演繹簡單的 OK OK 好了 Jackie Sir 我們臨走之前做了一個很大的總結 知道嗎 哪一類型的小朋友 應該選擇哪首詩 那我們就做結尾了 OK Jackie Sir 你先 哪一類型的小朋友 做選擇哪首詩 我會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很嚴重的 那個能力很大的 而且呢 是很有朗誦經驗的 很有表演力的 那我就個人建議選擇 對嗎 那如果呢 你是一個叫做 開始者 你又初次接觸一下朗誦 那也不知道 啊 我應不應該參加 或者想試一下呢 就基本得到 那如果你是比較在兩者之間 OK 那又不是那麼dramatic 又不是說新人 我只是想試一下 看看今次能否衝擊獲得獎項呢 就Mudpie Makers 我會覺得 非常好 我絕對贊成 是的 經驗豐富的 OK 面部以前發揮得很好的 很清晰自己要做些什麼的 星線可以控制得好的 一定是don't OK Mudpie Makers 就是說OK 我也經驗豐富的 不過我就不想做一些生氣的詩 不想做一些不開心的詩 那我就會做Mudpie Makers OK Double Double Date 就是 給你試一下 玩一下 知道嗎 OK 如果我英文好像一般的 但是我想試一下英文 那我又覺得 可愛可愛可愛得意 開開心心的整件事 就是我又不想做得很dramatic Double Double Date 我覺得是適合大家的 知道嗎 OK 好了 希望這個影片幫了大家 知道嗎 OK 多謝各位家長對我們的信任 以及各位老師 對我們的信任 希望這個仲裁功能幫到你 知道嗎 有什麼不明白嗎 在留言那裡問我們 知道嗎 或者在WhatsApp那裡問我們 記得Like和Share 那些一定要做的 知道嗎 OK 好了 其實我們臨走之前說的話 好嗎 那就是朗總之 祝你好運 祝你好運 拜拜 拜拜 拜拜